禅师、律师、法师是什么? 在有部皮奈耶杂事卷13中,比丘分为经师、律师、论师、法师、禅师一共五类。 常于诵经的为经师,常于持律的为律师,常于论意的为论师,常于说法的为法师,常于修禅的为禅师。 但在中国的佛教中,经师与论师未能成为显著的类别,律师、法师及禅师倒是风行了下来。 禅师本来是指修禅的比丘,所以三德只归卷一说,修信净律,约禅师。 但在中国有两种用法,一是君王对于比丘的包赏,比如臣宣帝大建元年,崇尚南岳惠斯和尚为大禅师, 又如唐中宗神龙二年,赐神秀和尚以大通禅师之嗜好。 另一是后来的禅僧对于前辈称为禅师。 到了后来,凡是禅门的比丘,只要略有名气,均被称为禅师了。 律师是指善解戒律的比丘,学戒持戒,并且善于解释处理以及解答有关戒律中的各种问题者,才可称为律师。 律师在佛教中的地位相当于法律学者、法官、大法官,一般的比丘、比丘尼要求持戒不犯,未必通晓全部的律葬,所以比丘如要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律师,实在不简单。 法师是指善于学法并也善于说法的人,这在一般的观念中以为法师是指的比丘,其实不然。 佛典中对于法师的运用非常宽泛,并不限于僧人,比如《法华经续品》中说,长修范行,结为法师。 三德纸规卷一说,精通经论,曰法师。 英明大书上说,言法师者,行法之师也。 也有说,以佛法自师,并以佛法师人者称为法师。 因此,在家的居士也有被称为法师的资格,甚至善于说法的处类如野干,也对天地自称为法师。 基于这一理由,道教受了佛教的影响,也称善于俘虏的道师为法师。 与晚近成立的礼教也受到佛教的影响,把他们的教士称为法师。 可见法师一词,并不是佛教比丘的专用称谓了。 根据佛制的要求,圣言法师以为,佛教的出家人对俗人自称,应一律用比丘或比丘尼,或用沙门,或者沙迷,沙迷尼。 在家信徒称出家人,一律用阿舍迷或称师傅,居士自称,则一律用弟子。 如果不愿意用弟子的,即仅用自己的姓名也可以。 有居士用学人自称者,但照经义,那是出二三果位的圣人才可以用的。 出家人称出家人,长老则用长老,上座则用上座,平辈则互以尊者,或亲切一些,用某兄,某师来称呼对方。 佛式的比丘之间,均可称名道姓。 比丘对于尼仲可以称为姐妹,尼仲自称长老上座,也可参照比丘的用法。 平辈则互以姐妹相称。 外教人称比丘及比丘尼,自可由其随俗。 如果比丘而确有禅师、律师、法师的资格,当然可以接受教内外的名副其实的称呼。 否则,像今天的佛教界,凡是僧尼,不论程度、资质的高下,一律称为法师,实在不合要求。